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陪伴的这个83岁的可爱老头 你们要早四天来就好了 为什么 满院子的花盛开 现在呢 现在你看开始 有点白了 开始泄了 黄永裕 画家 2004年 80岁的黄永裕一一品 这是万和堂前院 行将凋谢的桃花 然而 比这所庄园更吸引我们的 是他画室 毛巾下方的一贴告示 在黄永裕的住处 到处都能发现这样一些充满意趣的细节 让人丝毫无法想到 眼前这位豁达幽默的老人 曾经经历过那么多的苦难和忧患 1953年 29岁的黄永裕 凭借了他手中的刻刀 已经在香港小有年轻 就是在这一年 表叔沈从文的一封来信 让他毅然回到北京 住进了群贤毕吉的大雅宝胡同 甲二号 我从香港回来 在沈从文先生家里住了一个多月 然后就住在那儿了 听说我那间房子 以前是吴关中住的 后来吴关中离开美洲学院了 到什么地方 到什么地方去叫住我不知道 然后我住在那儿 大雅宝胡同 位于北京东城区东南部 东起建国门北大街 西至春松胡同 其北有小雅宝胡同 雅宝胡同 原为雅巴胡同 传说得名于早年间居住于此的 大小两位雅巴 宣统时改为金城 1950年代 这里成为了中央美院的教师宿舍 黄永宇就是在这里 结识了那些让他怀念至今的老朋友 那么我们那个大雅宝胡同呢 有三个院子 头一个院子的第一个 第一个祝福呢就是李苦禅 李苦禅的隔壁呢就是董兴文 董兴文的隔壁呢就是张丁 然后就穿过旁边一个小涌道 在第二个院子 第二个院子呢就是我 是头一家 1953年 李苦禅54岁 董兴文39岁 张丁36岁 李可燃44岁 这些如今享誉话坛的大家 都还风华正茂 出道大雅宝的黄永宇 就是他们中间最年轻的一个 当时都很年轻的 每一个人都很年轻的 那个苦禅先生嘛 也都才50多 50多岁 第一个见到的是李可燃 那么认识他 那个时候他才40多岁 李可燃 国画家 美术教育家 徐悲鸿圣赞其画为 独标心韵 崎岖洋溢 笔歌莫舞 不可一世 1950年 李可燃出任中央美术学院 国画系副教授 入驻大雅宝胡同 讲二号 李可燃先生呢 他是很勤奋的一个人 我晚上科目科 我留一个工作室 似乎晚上两点钟 一点钟 两点钟 我工作完了 我休息着看看他的窗子 他还在那边画画 还在念字 前些日子 我问他们家里的人 我说可燃先生 有一个簪子 还不是毛簪 还是那个灰的军坛 可能是当年国民党兵用的那个灰的军坛 他拿来画画用的 因为常年的这么画 都湿了 然后慢慢慢慢都融了 都烂了 有个洞 画这个洞来了 我说那个坛子还在吗 老早丢了 要是把那个坛子也留着多好呢 李可燃先生是很有意思的人 他爱喝一杯酒 我们胡同拐弯进来了 有一个小酒铺 他一下班呢 就在那个酒铺站在那里 给小掌柜 一个老头一边聊 一边喝一杯 喝一杯再回家 他的中国话的修养 包括他的书法 在当时来讲 或者在现在来讲 都是很少有的 很有修养的 所以他的书法呢 李可燃先生就说过 当时来讲 在国画家里面是最好的 这是李可燃先生讲的 李苦禅 原名李英 李英杰 自立功 大写意花鸟画家 书法家 1923年 拜师齐白石 成为齐门第一弟子 白石老人曾语 应也过往 应也无敌 若老死不是大明 是无鬼神矣 在黄永玉印象里 这样一位 极富盛名的国画宗师 那时的生活 却并不如意 在那个时候 两位先生呢 安排在 工艺美术系的 陶瓷科 每天两个人坐到那儿 画瓶子 罐子 瓶子上的 画青花 1950年 中央美术学院成立后 副院长江峰认为 中国画无法表现新中国火热的现实生活 很多国画家就此走下讲台 李苦禅 也由一位教授 沦为了一名制陶匠人 江峰认是这个人是很好的 他对国画他有一种偏见 他不是很注意 他觉得国画 好像不太能表现现实生活 尤其是苦禅先生不画人 他一般都是画花鸟 他是这么一种思想 不是因为他单独对苦禅先生 特别不好 他对整个国画他有看法 1953年 刚从香港归来的黄永裕 被安排在中央美术学院做讲师 李苦禅却屈居在陶瓷工厂 一身所长无法施展 让这位天命之年的画家 每天喝下的烧酒 都变得别样的辛辣 那么古三先生写了一封信 给毛主席 毛主席批了 在信上批一个 写了一些批文 给徐卑红 那么徐卑红先生呢 就做了一些处理 就证实了这个问题 就把它提升为教授 让李苦禅 重登讲台的徐卑红 此时还是中央美术学院的院长 在他的倡导下 中央美术学院推行了写实主义的教学方法 素描成了学院的主修科目之一 几乎从没画过素描的李苦禅 也不得不拿起了铅笔橡皮 这个徐卑红先生提倡的写实主义 有些人推动这个东西啊 生硬了一点 全面毛驴 然后呢 大家都要写生 练习素描 也画人 也画这个东西 这是素描先生这些人 比较好的的人 让国画系来画的 这就有一点勉强性 1953年 是徐卑红留在人世的最后一年 跟着老先生们一起画素描的黄永裕 也在学校里和徐卑红一起 度过了他最后的日子 我们在画素描 他来给我们改素描 也真正是非常认真 非常爱护 很温和的 跟我讲的一些道理 很高明的道理 他是很爱护年轻人 到了看来年轻人画得好啊 那望我的喜欢 大雅宝胡同 只有三家门牌 门口露面 安静而宽阔 早百年或几十年的老孩树下 有清爽的石头墩子 工人坐卧 那时 生活还移风于老北京格局 所以开始沸腾动荡 还没有尽失优雅和委婉 正如黄永裕描述的那样 窝居在大雅宝胡同的画家们 也在动荡的时局中 过着殷勤不定的生活 有个时候轻松 有个时候紧张 一有运动就紧张 一没有运动就轻松 是吧 这个 你比如说一个 我一个人生艺术生活里面 最大的遗憾 就是 从董熙文献的接触的很少 太少了 我们说话大概整个说起来 不到五十句话 这十几年 真是大的遗憾 那在开国大典 或者春到西藏 完全不能显示他的才华 他有一几张画我看到 是有现代派的味道的 那就是说他在杭州画的 他是林凤棉先生的系统的学生 赵无极要他们一起的 所以 当时 我还没有感觉到 这种明显的 那种区别 因为我不懂这种事 这个就感觉到 他是比较很少说话的 很内在的 不知道他有他的苦闷 董熙文 1939年 毕业于杭州一专 诗从林凤棉 刘海素 与徐悲鸿 古典写实主义的画法不同 杭州一专 主张学习西方现代派的绘画艺术 董熙文也深受两位老师的影响 对现代绘画有着浓厚的兴趣 然而在当时的环境下 他手中的画笔 却不由自己掌握 他很擅长的东西 他不能画 画一点东西 很快 很容易就让别人否 他画了一张长征的画 我看他画得很苦 在草地 还有摩托尔来 每天晚上在那边画 后来否掉了 1957年 共产党开展了 反右派斗争 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江峰 被打为大右派 跟随江峰 从杭州一专 来到中央美术学院的董熙文 处境也更加艰难 他生活得很谨慎 随便 所以非常遗憾 我说我 这个没有办法 同他成为 要是他今天活着 那么可能我们就是一个好朋友 当时没有办法 在董熙文的隔壁 大雅宝胡同 甲二号 投意进院子里的最后一个住户 就是张丁 这个十几岁 就以漫画成名的画家 也是黄勇玉 在大雅宝胡同 最为熟络的朋友之一 张丁是我在念书念中学的时候 就看见他的作品发表了 我也很欣赏 所以能够见到他 我虽然没有见过面 一见到面 我都对他比较熟悉 尤其是他的朋友 他以前的朋友 都是我的熟人 比如说张洛平 张振宇 张光宇 陆志祥 这些的 都是我的熟人 那么 所以谈的 更多的话要谈 这是张丁早期的两幅油画 在那个思想闭塞的年代 身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张丁 却对西方现代派美术 有着先知般的兴趣 为此 他也经常受到各种各样的批判 他是一个共产党员 但是他爱好的艺术 要常常受到批判 他爱好现代绘画 欧洲现代的绘画 他也尊敬古典绘画 他又喜欢民间艺术 他那个尊重艺术的态度 是很真诚的 也是很先进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 在这么早 这么全面的 去保护艺术 他自己要 我估计啊 他是经常受批判 但是又太平了 我们这个政治局面 一高又低嘛 局面稍微松宽的时候 他又来了 这走吧 这看看 那那个就齐藩师的这个 当年给他画的 刻出来的 木刻 然后呢 他提的字 这张照片 就是黄勇裕 这幅木刻的原形 照片里 坐在齐白石旁边的人 是李可染 就是在李可染的带领下 黄勇裕拿着这幅精心准备的木刻 拜会了这位 已经94岁的国画大师 老人家们94岁了 我见到他 我也不能吹牛 说 我从齐白石非常熟 他也请我吃过饭 就是很简单 吃过两次饭 他家里或者到外面吃过饭 因为我跟他磕了像 这是黄勇裕一家 在大雅堡居住时的合影 虽然房子简陋 然而胡同里 谈笑有红乳 往来吴白丁 一群志趣相投的朋友 让黄勇裕一家的脸上 溢满了笑容 在时局宽松的时候 拉得一手好胡琴的李可染 经常会坐在当院 急性地拉上几段 夫人周沛珠和苦禅先生 加上年轻的黄勇裕 也会轮流来上几段精细 小院里其乐融融 那里的老先生都好 苦禅先生非常坦荡 谈话干什么 非常家常 还有一种呢 就是老先生呢 他让年轻的有 有乏严的天地 有的年轻人到他那里 说话都不敢讲 你讲什么话呢 对吧 有一种勇忍的天地 然而大雅宝的生活 也并不总是那么悠闲 在一次接一次的运动中 小院里再也没有了 往日欢愉的胡琴生 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画 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尴尬 所以画一个苏东坡 苏东坡呢 他有个弟弟 还有苏老全 他的爸爸 三个都是名人 所以他画一个苏东坡 站在那里微笑 苏东坡呢 他不是老苏 不是小苏 所以是中苏 苏东坡微笑呢 就叫做中苏友好 还有呢 画一个砖 红的砖 国画家画一个砖 写了又红又砖 很勉强 没有办法 不知如何是好 1966年 一场文化大革命 席卷中国 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 大雅宝胡同甲二号的画家们 也遭受到了 不同程度的冲击 对于那一段 不堪回首的日子 黄荣誉不愿提及 不想讲 文革的时候不想讲 反正过去了 文化大革命 是一部非常有趣的戏剧 遗憾的是 票价太贵 多少的光阴 生命 血 眼泪 这就是黄永玉 在大雅宝胡同甲二号 安妇记 一文中 对文革的定义 有时我们开会 后宝林没有车 所以坐我的车 我们两个人 他就说 你最近上阔没有 我在上什么阔 文革以后上什么阔 我说 我说好像妈妈喂奶 喂小孩的奶 最后呢 他把妈妈的奶头都咬了 都咬掉了 侯宝林不说话 一两分钟 我们在路上 我开车 怪不得 现在都改用奶瓶了 这是2007年 和许多的老胡同的命运一样 大雅宝胡同 也消失在街道 和高楼之中 那些曾经的住户 也大多逝去 然而 无论如何 终究有些东西 会沉积心底 无法忘记 也不应忘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